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这段节目当中我们要走访 位在宜兰外海的龟山岛 从清朝开始岛上就有渔民定居 最多曾经有五百多人 但是因为这里缺水缺电 环境很艰困 后来人口就逐渐外流 而在民国六十三年 政府把龟山岛列为火炮射击试验区 要求集体千村 到了六十七年 这里更正式成为军事管制区 龟山岛从此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一直到十四年前 龟山岛又以低密度的方式 开放游客登岛观光 龟山人也返回家乡祭祖 在千村四十年之后 今年的返乡祭祖活动扩大举办 当地人想要回到魁违已久的故乡过一夜 展开短暂的寻根之旅 独立特派员也特地随行 记录下他们的归乡路 发现这一段路途比想象当中还要遥远 观光船与龟山岛的距离越来越近 船上的游客情绪也更加高昂 简阳俊沉默地读着资料 他的心情与一般游客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从民国六十三年开始千村以后 在民国六十七年 金方就宣布魁山岛的管制区 不准任何年登岛 千村那一年简英俊二十三岁 再度登岛已经事隔二十年 当年开放了六十个名额 给龟山岛援助居民登岛 简英俊是其中之一 民国八十九年贵山岛正式对外开放观光 简英俊常因解说或是导览 重回而是记忆中的岛屿 这一次他怀着一个重要任务 只是这个任务能不能达成 在这一段航程中还是未知数 又是 Mist bought außer你 崗 ep破寸说要不及得了 someday 这是楼崗巾的 是 marin茱去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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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健庸体上的死亡 這學校,貴山國小,從這邊到貴山國小那邊至106府 這麼窄的地方至106府 對,對,對 目前那個大概民國七十幾年金方 可能是考慮案前,將一些民宅都把它拆掉 你家呢? 在那邊已經拆掉了 目前大概還剩下七、八間 靠近貴山島歸尾的這塊狹小腹地 是當年居民群居的聚落 簡易俊說,小時候總覺得村子好大 回鄉後看到空曠的空地才發現 村子不但沒有想像中大 連景象也與記憶中越來越不一樣 早期我們住在這邊,這一條路 都是沒有,好像沒有什麼 最後來東北角再鋪的 這一條路我們那個台語叫做大樓 這條路就是大樓 套好下去 不是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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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卵石鋪舊的整潔地面 並不存在檢陰菌的兒食記憶中 對,外面都...這個牆壁就是了 就黑色的這種嗎? 對,對,對 早期都是用的石頭 石頭還有茅草屋 這個跟你的同年記憶有搭配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家就是自家的這邊 最近的那個...後面? 後面的這邊 現在變成一塊空地 對,空地採取了 島上僅存的幾間房舍已不復當年 不過走到一棟大房子前 而使記憶依稀湧現 早期只有,你講的 大概民國五十幾年了 全村的人都來看 只有一台而已 空曠了屋內 看不出早年擺設的痕跡 只能想像 全村擠在窗戶和門口 同看一台電視的熱鬧 很懷念 也很珍惜那個早期的那個什麼 的那個生活 還有早期的那個生活方式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生活 生活環境非常的堅困 透過簡英俊的闡述 似乎是走得越辛苦 記得越清楚 我一個小孩 就是含耍的 含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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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木棒擊打小木錐 看誰打得遠 這個遊戲 叫打寸子 是老一輩 桂山人 獨特的兒式遊戲 村民說七十二角風箏的由來已經不可考 只記得小時候要製作一個風箏總要花上好幾天 這也是老一輩龜山人獨特的兒式遊戲 文物館裡收集許多舊有的龜山用品 在這裡 桂山人總有說不完的兒式話題 小時候禮拜六跟禮拜天都要去山上種地瓜 或者是砍柴 假如種地瓜 一定要走走一條路 走走走走走走到這邊再翻過去 到那個龜首那邊 種地瓜 那邊的土 土比較肥厚 翻山 越嶺 種地瓜 單程一趟就要一個半小時 這是幾年 這是我們做幾年 這是我們做幾年聽人說 有幾年 是怎樣的 沒有才五年 那個魚仔這個魚仔也比較多 比較多 這個魚仔幾年 這個魚仔幾年都六歲 才有受傷 十五歲我們這幾年 這個魚仔的時候都會做東北台 東北台要叫打魚 路都沒受傷 所以那次回來 回來就沒人見了 剛才這樣一次 颱風不但斷了龜山島的重道之路 島上兩次建港也毀於颱風之手 更深深影響龜山島上的房屋發展史 早幾年大國文都跳腳處 跳腳處就是海景 那裡吸了一些水茶 樓來漂流水茶 做條子 條子 旁邊的壁 做鐵去模型 這也風 風進頭 做風台 都會渡 都會渡 不然要貼土 貼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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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上面是那個草 那草 會渡 不會讓風吹去嗎 對 現在要照 風台 雖說風台 那時候 補風器前風台 那時候 這麵糕條就有創 有創 有創 這創 創 整個八塊後面 有創 有創 不夠 是創 創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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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創一支 馬上 會發 黃沙玲廟在旁邊這邊 黃沙玲廟在旁邊這邊 黃沙玲廟在這邊 黃沙玲廟在這邊 發電機 它做什么用 就是那个 整整整整整整的那个晚上 晚上样 晚上民生样点 可以用多久 它晚上晚上七点七点发电 那十一点就关起来 常年受台风侵袭 加上岛上生活艰困 人口开始外流 加上后来军方将龟山岛 列为火炮射击试验区 从此注定龟山人 集体千村的命运 前村后龟山人在可以远眺老家的宜兰大西渔港附近落脚 而海定一边的故乡 则成了居室管制区 后来又变成受保护的低密度观光区 捡那个石头 比较长 那个长圆形 绑起来做那个钓鱼用 捡银菌 而时用来钓鱼玩耍了石头 现在受到严密保护 游客带走一颗的代价 是三到十五万的罚款 南边那个山没有事 石场会崩塌 崩塌下去那个海浪打上来这个石头 崩塌下去有一些土 有一些石头 海浪打上来就荒行 但是呢叫做在岸边一直滚 在岸边的石头一直滚 它滚滚滚一年两年三年 一直滚滚到那个 它会滚到那个硅围那边 硅围那边再滚 它会滚到那个别岸 别岸那边 不扁一扁 滚到那边那个石头就变得远了 时间洪流的滔袭 重新雕琢了石头的样貌 桂山岛上的风景也越来越不一样 然而离乡的桂山人 却开始想家了 我们这一次会想要办 回来岸上过夜 是针对那个年纪比较大的 在他们有生之年 让他们回来自己的家 住一个晚上 同时也让比较年轻的 贵山人 来这边体验早期 他艰困的生活 这一次的行程 简阴郡就打算在仅存的几间房舍中 探勘可以过夜的地点 这天清晨 贵山里比平常更早出现人生 四十年前 跟着贵山人落脚宜兰贵山里的妈祖娘娘 也被请上神教 要跟着李明一起回老家 回到贵山岛 庙门门门帘连人 牵手依然是拱蓝 门上的匾额 已经改名为普陀岩 里头供奉的是关世音 我们千村以后 妈祖也是跟我们去千村 后来金方民国七十年的时候 在这边做金事物坑道 在做金事物坑道的过程 不是很胜利 后来他们金方就做一个关世音 此后镇守贵山岛的神明 就从妈祖娘娘变成观音菩萨 每一年拱南宫的妈祖娘娘 跟着贵山人回乡 就只在庙外遥望 曾经待过的庙宇殿堂 欧巴巴是贵山岛唯一没有谷遥的 唯一没有谷遥的 他是做里长的 陈聪琪的父亲在贵山岛 当了七届的里长 不但是岛上唯一没有捕鱼的人 更是岛上唯一的医生 这一次他带着一家人归乡 看看荒芜了四十年的老家 这位是我阿姨的儿子 阿姨是亲戚的 我们都亲戚的 就像是这边的 就亲戚的 直接接接的都亲戚的 千岁后大部分贵山人 都定居在宜兰贵山里 随着时间推移 逐渐散居各地 你们每一年都有回来吗 没有每一年 因为今年本来说要业宿 结果好像申请没 对对对 国王部没有合作 所以就很多人没有回来 不然叶树的话 应该会更多人 我们未来要赶回来 昨天晚上都没有睡觉 还好没有殷船 太幸福了 所以我们不忘本 还是回来归山岛 我们是回来这里才碰到大家 很难得 虽然叶树的梦想没有达成 不过见到久违的族人 大家还是开心地重游旧地画当年 那一栋是图书馆 现在 天后的族人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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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走下边那条 以前那个屋 石头很大 石头很大 大家都要 要扒石头过去 水汤就要来这里 水汤就要来这里 水汤就要洗 水汤就要泡了 水汤就要泡了 水汤串 火花都在那里 青面 五花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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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花都在这儿 走在小道上 雖然景色變遷 記憶卻更加鮮明 為了千村四十年擴大舉辦的音樂會 並不因為耶穌夢想沒有實現而終止 反而讓更深切的思想旋律在龜山島上盤旋 那時候唯一的一個去處就是海邊 撿貝殼 然後就是丟石頭 然後從最北邊走到最南邊 因為整島上連腳踏車也沒有啊 就除了石頭還是石頭 除了石頭還是貝殼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這也是我這後來幾十年來 所有的回憶 甚至晚上睡覺 我都還會夢到說 那個我在海邊玩 個浪啊 就打 打到那個最 防波堤最頂端 然後快要到我的時候 突然間我就醒了 就被嚇醒那種感覺 那個感覺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 而且每一次回來都有一種 跟遊客的那個心境是完全不一樣 每一次就是那種滿滿的那種回憶 我們來一次 往左邊一個三葉 耶 耶 耶 在玄域中訴說著簡單卻深刻的記憶 而這塊被海格開著島嶼 對這群人來說 更是他們永遠牽掛了土地 很多頭一次回到龜山島老家的人都說 現在的龜山比他們記憶當中要好太多了 雖然這一次想要回鄉夜宿的心願 因為法令限制跟安全考量 並沒有獲得核准 但是大家看到了豐富而美麗的生態 覺得非常感動 也鼓勵更多鄉親都回來走走 看趨勢說真話 獨立特派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黃明明 我們下週再會